- 嗨 大家好 我是甜一 - 邏輯化妝视频的留言里除了鼻子之外 - 提到最多的就是颧骨了 - 颧骨秃的话占地面积就大嘛 - 太大了脸就大嘛 - 而且又大又平 - 还有可能又大又凹 - 可以说今天的视频不光是解决颧骨的问题 - 还是脸大的问题 - 然后这你可能会觉得 - 这个颧骨不大呀 - 那我们来看看同一个环境 - 同一个光线下 - 另外一个妆容的我 - 嗨 大家好 我是甜一 - 这个颧骨看起来够大了吧 - 关于颧骨突大致分成四个类型 - 我会按照下面这个顺序一一解决 - 看看你属于哪一个 - 第一颧骨大指的是可能没有那么突 - 但是面积比较大 - 希望减弱存在感 - 空降这边 - 第二颧骨突 - 分为前颧骨45度颧骨侧颧骨三方位的突出 - 比如我呢就是属于45度的突出 - 突出个左右还不一样 - 除骨骼突出之外呢 - 还有肌肉软组织的突出 - 甚至下垂 - 空降这边 - 第三颧骨突还伴随着面中凹陷 - 这边这边 - 第四颧骨突还伴随着太阳穴凹陷 - 面颊两栽这里的凹陷 - 空降这边 - 会聊到关于发型这的例子 - 最后这两个呢 - 建议还是先看一下一二 - 所以都要看 - 废话不多说 - 咱们现在开始吧 - 一颧骨大 - 颧骨没有那么突出 - 但是占地面积比较大的情况 - 看起来脸会比较宽一些 -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- 需要两步 - 第一暗色比亮色显瘦嘛 - 所以把亮度调暗 - 需要一块饱和度比较低 - 相对偏冷 - 色一点腮红 - 大面积的上在颧骨面中 - 看起来就会有一种自然后缩的效果 - 第二步 - 接下来挪一下明暗的交接线 - 很宽的话 - 首先这个明暗交接线可能在很旁边的位置 - 现在呢是要把它往中间挪一挪 - 下面画一画 - 这样整块骨头看起来就缩小了 - 嗯 当然因为我不是属于侧面特别宽的那种 - 所以我现在画完以后变得更窄了 - 比较宽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 - 总结一下的话呢就像是有一个球 - 你先给它搞暗了 - 缩了一圈 - 再把明暗交接线往前提 - 又缩了一圈 - 刘宝贝可能会疑惑 - 加深这一部分一种不是会显得更凸更明显了吗 - 那我们来看一个二维纸漂亮 - 和一个同样大小的三维立体脸 - 哪个看起来大 - 有的只有平平不是一件好事 - 但确实是有度 - 所以才说这个画法是针对那种 - 颧骨不是很突出 - 但是面积比较大的情况呢 - 第二 颧骨突 - 首先来看一下头骨模型 - 前颧骨45度颧骨侧颧骨 - 虽然有这三个位不同的突出 - 但是说实话一般情况下 - 侧颧骨突的话呢 - 连带45度颧骨肯定也是突的 - 所以呢跟随分成两类来说 - 侧突和45度突的一类 - 颧骨前突呢分成一类 - 我们先说侧突和45度突 - 在这种光线下能够更清晰的看到 - 颧骨突出的范围 - 让我这个颧骨这两块 - 形成了这样子的阴影 - 是不是有一种这个侧面的脸 - 都整个往前翻了的感觉 - 如果不去延长眼眶逆骨的阴影 - 这个地方的白就会看起来像是在挤压 - 眼睛的占地面积 - 眼睛就会看起来又局促又拥挤 - 还脸大 - 所以以姐姐的第一步 - 眼尾拉长 - 化妆的时候尽量让眼眶向外扩 - 填补这个地方多余的空白 - 第二步 - 用修容将脸骨的位置往前并往下移 - 刚刚当然也要跟着挪位置 - 颧骨侧突还有45度突 - 除了显得脸宽往前翻以外 - 最主要的就是会挤压眼睛 - 所以一定要往下挪 - 多画一点点阴影 - 加个过残也好 - 都不会让颧骨看起来挖挤到上面去 - 我自己的颧骨不是属于侧突的那种 - 化妆的范例就是这样对比 - 你可以感受到这边明显要比这边的颧骨要往里收 - 能收多少是多少对吧 - 化妆的方法其实还是有效果的 - 颧骨前移 - 颧骨往前移的情况下呢 - 看起来就是会有那种苹果肌过于饱满的感觉 - 周围的五官其实都会受到过激 - 然后还略显油腻 - 接下来说改善的方法 - 第一步 - 冷色调饱和度低 - 亮度低的腮红上在面中 - 周围受到挤压的部分 - 比如说眼睛 - 一就是向下化 - 加大卧残的位置 - 第二步 - 高光和修容压低颧骨的最高点 - 扭到旁边去 - 那面中原本会出现高光的地方呢 - 一定得是哑光的 - 避免这种油腻感 - 最亮的地方在这里 - 然后这是扁进去的 - 这边没有画的呢 - 看起来中间这一块就是骨的 - 跟侧全骨大 - 45度全骨大 - 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状态 - 那如果你是270度全移的话呢 - 可以试一试把第一步全骨大 - 第二步全骨移 - 所有的步骤结合起来 - 你就会得到一个270度缩小的效果 - 全骨前移的情况更严重的话 - 就是软组织肌肉过于肥大 - 骨骼支撑不住了 - 下垂了 - 这个太难了 - 需要先医眉把它拉回正常的位置 - 第三 - 颧骨移 - 伴随着面中腰线 - 在座的宝贝 - 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的话 - 请扣一 - 扣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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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其实这就像是某种必然现象 - 口就这么大 - 这么急呢 - 就有比较圆润的后脑勺 - 立体的五官 - 这么急呢 - 就是脸后脑勺加大平宽脸 - 这中间也凹了 - 颧骨也凸了 - 拿我举例 - 颧骨凸加凸嘴 - 我们开始调整 - 前面咱们不是已经说完了 - 颧骨各种角度突出的解决办法了吗 - 在这个基础之上 - 减弱颧骨和面中在脸上的存在感 - 你俩不是有落差吗 - 那我把其他五官的结构的高低差拉大 - 根本就没人注意到你俩信不信 - 好 - 上有眼窝眉骨 - 下有面颊口侬杂鸡 - 旁边是鼻子鼻肌底 - 最高也就是最亮的 - 鼻子这一条还有上面这一块 - 接下来最低也就是最暗的 - 应该是眼窝 - 还有鼻侧鼻底 - 把这些部分重新用提亮粉 - 修容粉加大整个脸的立体度 - 颧骨和面中的落差就被减弱了 - 第二步专门解决一下面中凹陷的问题 - 面中凹陷的话 - 肋勾凹 - 体亮 - 鼻肌底凹 - 体亮 - 凸嘴 - 这个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凸嘴视频 - 比较偏亮肤色 - 或者是白粉类的粉柄 - 用这种刷子直线的铺在鼻翼旁边 - 鼻季里不但不凹了 - 感觉鼻翼都缩小了呢 - 基本上画到这个程度 - 你还注意得到 - 颧骨和面中凹陷这两个大bug吗 - 颧骨凸半随之太阳穴凹 - 两次凹陷 - 这个部分用化妆的方法去解决 - 那就是在凹陷的部分进行提亮 - 你们可能会有个疑惑 - 如果脸本来就很大的话 - 一亮丸不是会显得更大 - 那不动刀的话呢 - 就要说到发型遮盖了 - 不管你是中分齐刘海 - 公主切 - 还是空气八字刘海 - 只要能遮上突出的颧骨线条就到位了 - 有的宝贝可能哭了 - 明明遮住了颧骨 - 脸去看起来更大更闷了 - 为什么会这样呢 - 举个例子 - 有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中分发型 - 剥开脸特别大的那个小视频 - 你们有没有发现它们的共同点 - 无关集中而且精致 - 不精致也小巧吧 - 所以盖上头发 - 让你感觉它脸就是小 - 你换成我这种大鼻子是不是 - 我也想遮颧骨遮脸 - 你看着我这个鼻子想象一下 - 是不是感觉到这全着脸 - 还又长又方 - 再举个例子 - twice the momo - 遮着并不如露出来显脸小 - 这其实是因为脸向后转的这个面 - 它是一个视觉延伸 - 一旦盖上了头发 - 向后转的这个面就被迫拉成了平的 - 如果头发正好还盖到颧骨凸出来的地方 - 看起来就是颧骨无限的 - 如果你是45度凸或者是轻微侧凸的话 - 脸还是露出来显得比较小 -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- 谢谢大家的收看 - 大家记得弹幕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 - 有其他的问题 - 逻辑化妆类的全部都可以发上来 - 我这边也会专门针对性的总结出视频 - 可让我们的朋友赞给咱们的男友 - 啊娘 - 啊娘 - 我今天把它也遮上了 - 真的是烧的都怪你 - 今天这个妆就算是从头顶拍下来 - 看起来颧骨也没那么涂面中也没那么凹呢 - 啊哈哈